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信心喊话 强调要收复尸土 包含过去受到俄军重创的马力波 以及乌东地区 乌克兰大反攻战事出现惊人转折 更多军事分析对俄军战力只要投 前北云盟军最高指挥官直指 俄军的无能超出预期 根本没有后勤保障和一个上样的作战计划 事实上这名前指挥官早在今年5月 就点出俄军的关键弱点 揭露俄军有多名将领阵亡 他分析在现代历史上 没有任何情况可以与将军的死亡相比 以美国为例在多年战争中 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在实战中阵亡 乌克兰以小博大背后关键原因 专家指出乌克兰近日积极反攻 取得重大进展 这可能会是冲突的转折点 同时乌克兰得到西方支援 以及北约的建议 并且坚定保卫国家 对于乌克兰的表现并不令人惊讶 只是面对乌克兰频频传出捷报 俄军又会如何打击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命令表示 目前仍不清楚俄军会如何应对 并呼吁美军对此提高警觉 乌尔战士陷入激战 外界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丁如何接招 军事专家推测普丁手上握有几项筹码 包含攻击乌克兰基础建设攻击平民 违背允许乌克兰运送粮食协议 更可能打出战术核武牌 恐怕扩大威胁 主持人的阻害 我是原来ählt吗 的